真是太壮观了 大宝你知道橱州哪里有丹霞地貌吗 这个我知道定远大横山 那咱们就出发 我身后是橱州的大横山 在山脚下有着华东地区罕见的丹霞地貌 丹霞地貌的山体 赤焰如火 阴晴云雨的不同天气 都会呈现出不同的变换 今天就跟分哥一同去探秘 跟我来 今天有点下雨 但是丹霞地貌的岩石 是带点砂质的 所以攀登起来也不是很滑 你们看 越往上走越壮观 大横山的丹霞地貌 是经过了1.5亿年的沉淀 土层里头没有石根 而是裸露在土壤的上面 我们再往前看一看 你们看 这些白色的纹理 是大横山丹霞地貌独有的特点 因为它是这里火山喷发后留下的痕迹 有水纹 云纹 还有鸟的羽毛的纹路 雕塑出千奇百怪的造型 这个像不像羽毛 快看 这里像不像鱼林 这里的石头比较坚硬 扣枝有声 前面是一个峡谷 所以这个地方叫做红石峡 再往上走 海拔越高 沟壑越多 奇形怪状的岩石也非常的多 由于常年累业的风化 还有雨水的冲刷 所以岩石的姿态各异 有的像蛇 有的像乌龟 有的像水牛 虽然今天天气不好 其实这里是非常容易出大天的地方 关键这儿还是免费景点 所以即将到来的十一假期 可以带上家人和朋友来这里拍照打卡 喜欢寻谷的朋友 可以爬一爬大横山 山上有迄今发现的安徽唯一一处 元代的佛塔 新瓷塔 记得点赞收藏哦